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欧盟经常不公平地偏帮乌克兰 其实终于有反誓了 这些不公平现象 就令到现在 乌克兰轮角 曾经被称为挺乌反俄第一个的波兰 大事了 他们大量的货车司机、大货车司机、卡车司机 是封锁了边境 原来 连一里和乌克兰接让的欧盟国家波兰 他们边境口岸附近出现了 超级长的车龙 严重滞塞 你知道有多长吗? 三十多公里 好厉害 排队的这些大货车 一到有三十公里那么长 这个波护之间 因为农产品出口 引发的矛盾还未解决 现在又因为是运输业的利益冲突 再次是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要矫正之前说的 原来莫拉维茨基 也是做回总理的 但是他现在是弱势总理 弱势总理有什么大事呢? 就是他不可以以前说到这么大 怎么回污 他要看很多人士的反应才行 其实看来 连波兰媒体都承认 两个国家在俄乌战争 之前走得很近 现在却越走越远 原来从十一前起 波兰的卡车司机就开始封锁 波乌变境 一个 三个不是一个 三个 就是多鲁 胡斯克 还有 克雷本 还有 是科尔佐瓦三个主要的过境口案 在那时 其实除了客 运车辆 和军用车辆 和一些人道主意救援的物资车之外 其实 每小时 只是会放行几架卡车通过 根据 昨天最新公布数字 新鲜鬼烈辣 就是多罗和克等待过境的卡车 不怪三十公里 千多架在那里 你知道多大了 平均通关时间是190小时 190小时 是的 三个多小时 是的 那其实呢 现在运辆业 他们就举了表 不公平 不公平 因为 他们面临着 利致 这个乌克兰 不公平的竞争 他们会扩大 对这个国家边境的封锁 很快其他边境关卡都封锁了 其实呢 他们就说 现在 乌克兰政府说过 他们 未能跟波兰的 运输企业的业界 谈判取得尽展 这些企业在三个重要口岸 全部都阻止了 这两个几星期 波兰司机就说 欧盟的 放松准入规则就导致不公平现象 乌克兰竞争者大量涌入 那我们哪有钱 我们收入受到影响 都说了你 福德来恩 不是 你 你不可以偏光得这么厉害的 他有没有出声 没有 没有啊 之前撑得这么凭 现在出了事走了 这次 以前说的汪先生 早守三日风 你去了哪里 那当然 抗争者就说 我们持续行动 等到问题可以解决为止 当然 有 乌克兰的卡车司机就说 哎呀我已经在这里蹲了八天了 啊 哎呀 在这里波兰人给我们送了两瓶水 每瓶1.5公升 我们找人要水 从附近的居民家里取水 晚上就躺在车里面 哪里都去不了 好了 我们需要对车上的货物是负责的嘛 想办法离开啦 那波兰人就将我们 变成了好像 被老粒对象 因为不能让他们走嘛 当然啦 你这样说 人家当然是说 喂 谁叫你们 这么有着数 优势你们取得了 那为什么呢 原来 就是欧盟放松了 准入的规定 其实他们是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他们不是欧盟国家 是不可以有这些 优惠的 他们提出恢复 是 是 是他 是他 波兰斯基就提出恢复乌克兰 承运企业进入欧盟的 许可证制度 但是几乎说不行 其实你们冯德雷可不可以出来说一下 是啊 现在走开了 搞出大头发 因为现在的制度本来是要许可证才让他们进入 现在就当他们是欧盟国家 当然这是缓污的一部分 但是缓污到你内部分裂 那 几乎当然是不肯 冯德雷人给了我进入 你们的 现在为什么还要给 救制度议我拿去可证才让他们进入 喂 松了些东西怎么能拿回呢 那就大件事了 其实 我们看看 原来 抗议的组织之一 有个叫做阿头 就叫做 博尔 博尔科斯基 他说从20号起 他们还将封锁范围 扩大到另外一个口岸 就是 梅迪卡口岸 他说已经我们搞了十几天了 的确我们知道 波污边境两边 出现了巨大的车龙 乌克兰交通部长就是示威者 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恢复许可证制度 他说这个 我们没办法答应你 这个不是我和你达成协议 是我们和欧盟主席冯德雷因之间达成的 当然是代表欧盟 他说 放宽乌克兰和欧盟之间货物运输 限制的协议 最少到明年 6月30号 即明年6月30号 还是给他们有这个特权 当然了 乌克兰交通部长就 喂 你们波兰的抗争人士 都没有接受提议的 有关各方面会继续寻找解决方案 其实现在波兰各位司机大佬 现在就在等待着乌克兰和波兰政府举行新一轮谈判 但是他们对初商的速度感到不满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都没有任何进展 乌克兰政府就说 你们这些波兰人搞到我们 乌克兰经济损失 你们波兰也有损失 现在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当然了 我战争以来 其实 为了缓解乌克兰商品 进出 运输的压力 欧盟委员会 是免除了乌克兰企业 进入欧盟国家 即是波兰 的许可证一年 之后又延长 又延长到 是 明年的6月30日 同时还放宽了 其他 关于乌克兰对他们本来监管的限制 什么都给你了 当然 这些波兰司机觉得 我们才是欧盟人 那就不公平了 所以他们的标签全部写出不公平 那欧盟 给予乌克兰 运输业者 特权待遇 令波兰 这些行家 相当愤怒 说他们利益受损 亦都说 你过度自由化 我们没有了优势 就等于让我们直接 跟非欧盟国家竞争 这个是不公平竞争 所以乌克兰 现在 他 究竟可不可以 这帮波兰人 当然是不行 他踩你都撒芒果 波兰国际 道路运输协会主席 布切克 他就说 现在 乌克兰运输业 几乎 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所以 可以免除 很多责费 并且能够从事之前禁止的一些商业活动 包括在波兰境内 在展开业务 以及在其他欧盟国家之间展开业务 而波兰政府对此 毫无措施 另外 欧盟也批准乌克兰的运输企业 可以免于申请任何去科证 这样 乌克兰方面 捉住了机会大举进攻我们市场 他不会跟你留守 你看到 乌克兰他肯定是有东西 不拿到你尽 你看他什么都说不够不够不够 其实欧盟的措施 也造成了 乌克兰运输企业 占据了波兰运输业生存空间的 现况 大量波兰 企业 缩小规模 甚至破产 司机是失业的 所以 波兰国际道路运输协会主席也说 抗议 是因为他们 看到自己整个行业走向衰落 谁可以做 战争什么时候完 这个真的没人回答你 没人回答你 每天都有波兰的这些运输企业破产 我们没办法再忍受这种状况 我们希望帮助 乌克兰 和他的公民 所以 我们也有军援 也有送他人道物资 但是 你们不可以这样因章仇报 也说 我们不想为了乌克兰运输 商的利益而失去我们自己的市场 这是很正常的 对 对 因为他其实有帮助 乌克兰也取消 是返回波兰境内空载 卡车的 这个特殊通道 那就是 他就拿了人家的好处 但是 这个波兰他反而减了人家的 叫做 是 一些优惠措施 是这样的 哈哈哈 另外从今年春天起 乌克兰单方面取消了 往返波兰空载卡车的 这个特殊通道 根据 这帮抗争者就说 这个举动令到很多波兰司机在乌克兰过境口岸 要等多几天 乌方更加以各种理由措施 拖延 波兰卡车司机的往返 哇你真是糟糕 拿了人家的好处 还要拖咬人家 不怪得这么生气 你真是很无道意 如果这些司机说的是真的 我觉得你真是很无道意 是吧 另外 当然这些抗争人士 有位叫雷马克 他接受媒体访问时 波兰空载卡车从乌克兰返回波兰 需要 8到12天 所以这个波兰的抗争者就有三大诉求 不是五大诉求 三大诉求 首先 恢复 为乌克兰 公司 发放运输许可证制度 重新将入境的乌克兰 车辆数目 控制在俄乌战争之前的水平 这个我觉得冯德雷不肯 因为要落他面 他说要帮他 其实 之前他们说什么团结通道 现在越搞越不团结 觉得很讽刺 现在赚了 因为你太不公平了 其次是什么 就是为欧盟 的牌照运输车辆 以及空载卡车 实施单独排队的措施 不要和他们一起排队 因为我们欧盟的车辆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应公道 因为它始终是欧盟 第三 就是禁止非欧盟资本控制的运输公司 在波兰注册 因为现在大量的 乌克兰资本在波兰注册 抗议人士说 在主要诉求得到满足之前 不会停止这个堵路的行为 另外 他们也说 现在的抗争者很劲 他们分两班制 24小时不停堵塞堵路 每三小时只放三部车走 这也挺大事 原来日前 由乌克兰社区和领土基础部 副部长 去了波兰 希望跟欧盟有个谈判 结果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拒绝恢复 许可政制度 说真的 他有了这个好处 他怎会给你 以扎尔斯基的往迹 也不同意波兰 关于空载卡车指定过境点免排队 他不是免排队 只是开条队 这个是 返回的提议 他指责 波兰方面 对于整个状况应该是你们负责 关我们什么事 好嘞 其实 又是一个不公平 原来 前日冯德罗恩 他有做事 不过是警告波兰 什么 就说 为什么不赶走司机 他做到的 真是这么野蛮 原来欧盟委员会 发了一份警告声明 说波兰政府快点採取行动 结束边境抗疫活动 但是现在这个 总理其实是弱势总理 他有很多事做不到 如果不是这样 就可能 处罚你们 我想 波兰斯基就要罚 我们害怕你 其实欧盟委员会 的法人也指 根据欧盟法律 波兰当局有义务保持边境畅通 保障乌克兰 进出通道 又是这个 团结走廊的畅通 真是讽刺 团结走廊就搞到大家喊大架 搞到不团结 你不公平嘛 现在 你不公道 你已经是 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是人性 来的 你已经令到人家 生存不了的时候 他怎么再团结 大哥 我反了不吃 还叫他赶走那些 堵住边境的司机 怎么搞呀 怎么赶走呀 其实波兰的基建部长就说 导致波兰卡车司机在边境 举行抗争 活动的任务 在于你们欧盟和乌方 波兰政府 不会出面结束这个 抗疫 其实我们 觉得他也结束不了 因为太愤怒那些人 说三十几公里都挺大 由于 对目前的姜葛感到无奈 所以波兰 的运输行业 将会加大力 20号起 再次封第二个口 四大口岸都封 从 农产品进出的矛盾 到现在运输业的争端 其实 乌波曾经 这对好兄弟 的裂痕是越来越大的 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矛盾在于 所以说有种东西叫价值 其实你一踩到别人的那些利益的时候 有种东西叫拼命 不是价值 他肯定和你博 是不是 他关乎到他的生存 难道为了帮你 他宁愿破产 我相信有人这样做 但是很少 但是 与其说 乌波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争语 不如说 这个也不单止是 乌波 其实对其他欧盟国家都是一样 现在因为你 刚才的司机都说什么时候战争 你大反攻又不力 其实 亦都看到欧盟内部的裂痕 因为冯德林说不行 你帮我清走那些人 但是波兰 他採取你的三方国 分歧很大 其实 波兰 匈牙利更加不用说 斯洛伐克这三个 乌克兰的邻国 态度都挺强硬的 斯洛伐克更加不用说 他们换了新总领 其实是一个 反对援乌派 希望继续对乌克兰农产品运输 实施限制 但是德国法国这些 西欧老牌强国 批评 东欧三国 不近人情 影响欧洲的团结 但是他可以说一句 我们公事公非都说 因为之前我们都觉得波兰很 他们也生存不了 你怎么办 西欧当然 你也不和他领土有接让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 德国 当然这个是做不到 因为德国是没有和波兰有接让 和乌克兰没有接让 如果有一天 他的东西直接去你那里 你的民众大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有强硬措施 当然了 现在你就说不团结 欧盟 亦都从最初无条件这样缓污 变成了缓污疲劳 这个没有人敢否认 其实这种东西 在乌克兰 被冯德来因说可以 进行这个 入欧谈判之后 是更加越演越烈的 因为其他的候选国 他们都有意见 你可能从成员国之间的矛盾 扩大到连候选国之间的矛盾 当然一切 都是因为政治正觉 候选国这个也很不公平 对 你看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 被罵了 另外 选举 这个波纳 议会选举刚刚完成 其实目前 现在的祖国 都是明争暗斗 现在这位 莫拉维茨基也是一个弱势总理 当然他现在也是总理 我们之前说不知道 现在知道原来他也是总理 但是他们需要 向自己的选民表明 因为这些 波兰的卡车司机 原来都是莫拉维茨基的 很多都是他的选民 跟之前农民一样 所以波兰的国家利益 肯定 是会放在所谓对乌克兰的 的诚意之上 起码此时此刻就是这样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这么节目的 最新的 部Chat 给谁 感谢观看